哈囉大家好我是信 喜歡看卡通的觀眾應該都知道這幾年卡通的趨勢 都是轉身異世界的題材 原本活得平平無奇 默默無聞的人因為丟掉性命 反而得到去異世界刷首抽的機會 憑藉著現代的知識 成功實現人生大逆轉 樂觀浪漫啊 明天跟公關品你不知道哪個會先來 欸不對那個不會來 不是 我是說明天跟意外你不知道哪個會先來 說不定哪天你我都有可能遇到意外 突然就轉身到卡通世界 那我常常都在幻想如果我遇到這種機會的話 要投胎去哪裡玩比較好 這邊跟各位觀眾朋友還有廠商爸爸說一下 我還有看獵人吶 今天的影片想跟大家聊聊 如果你運氣好還是該說不好 遇到轉身的機會被丟到獵人的世界中 要怎麼樣才能生存 現在就讓我們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那說起轉身到獵人的世界呢 首先你要先看一下自己的畫風 是新版動畫還是舊版動畫 這將會決定你這趟旅途的長短 如果你覺得自己看起來像草稿 那恭喜你這個轉身是漫畫版 你的故事還沒有完結 但你可能等不到完結那天 確認好版本 選出生地就非常重要 沒刷好刷到什麼流星街 還是跑去變成骷髏塔族 下場差不多就是死路一條 有人可能會說 欸 出生地選有課心事好了 搏一搏單車變摩托 但我個人還是比較推薦 新手的出生地選 金魚島比較好 資源相對平級 但四面環海的地形 部分古老的景觀 加上專門充產一堆海鮮 瞬間會讓我們這些轉身過來的穿越者 有家鄉的既視感 瞬間有了回家的感覺 曹文欣 但這些自然資源只是加分項目 不是重點 真正要推薦各位選金魚島的原因 是在這座島上 有一台原子小金剛 看起來黑黑綠綠的 很像我們也說到的一張卡 它叫做小潔 大家如果能在島上遇到他 一定要馬上去跟他當朋友 因為他是這部卡通的主角 雖然老爸超不負責任跑了 但跟他走肯定沒錯 只要你成功混進去跟他同行 你的人生就會順遂很多 當然伴隨的風險也比較高 畢竟主角時常遇到危險 但混在他旁邊至少不皮就不會死 接著你跟著小金剛 可能會需要參加一場叫做獵人試驗的考試 這邊你會遇到很多雷包 但也會遇到幾個不錯的朋友 這邊推薦一樣跟小潔同行 你們還會認識到 眼睛會變紅的阿爾敏 會放電的五條物 跟一個未來會變小金剛爸的醫生 這幾個人之後都會在路上跟你同行 務必打好關係 在試驗中 你也會有機會遇到一些比較有特色的人 例如遇到一個叫做西索的小丑 他的下面會發光 我建議是趕快逃 不然有高機率被他掛掉 如果看到一個戴著粉紅色帽子 背著弓箭 看起來像經驗包的人 記得叫他跟他女朋友 不要去NGL送頭 考過執照好好過生活就行 至於第一關會遇到一個叫東八 看起來像實況主的胖子 不用理他 那個新人殺手就是個小丑 後續你們通過層層考驗 拿到獵人執照之後會有兩個選擇 一種是靠著獵人的身份騙吃騙喝 就此能夠爽爽過一生 因為這張小卡有夠好用 借錢、旅遊甚至拿去賣 都可以讓你樂觀致富 退隱江湖這是一個好結局 但如果你在先前的旅途中 跟這些好友們 已經建立了深厚的情誼 或是你也想要精進自我變強 繼續探索這個世界 那請跟好小潔的腳步 接下來的旅程裡 你們會先去一趟旗牙的老家 成功把旗牙接回來之後 自由行動一陣子 大家約好9月1號回到有客心事 雖然我記得10月23號好像也有什麼很重要的事 但是我手邊沒有任何東西提醒我 先當作沒這件事好了 再來的自由活動時間 想要變強的話 你能跟小潔他們一起走 去天空競技場學一下念能力 這更很重要 如果你測出來的能力是麻瓜 用不出念能力的話 建議你趕快脫隊不要混了 獵人執照賣一賣養老去 努力也沒用 你很快就跟不上版本 那如果你有念能力的話 不管你是什麼戲的 請你好好修煉 接下來的旅途中 沒有念能力 就算跟著小潔 你也是死路一條 結束天空競技場的訓練之後 小潔跟奇亞會回家一趟 感覺好像很嚴肅 但其實當作他們是回娘家就好 不用理他們 放給他們自己去過蜜月 不要打擾人家小兩口 去有客心事前做點功課 查清楚每個公廁的位置 這比訓練自己還要重要 接下來的敵人都超強 你就算訓練了也一定打不贏 有了有客心事的廁所地圖之後 再去跟夥伴集合 這時候的庫拉皮卡超派 把他整村同胞殺光 還把他們眼睛拿去賣的幻影旅團 也在有客心事 阿爾敏 我是說庫拉皮卡會主動出擊旅團 因此我們這些庫拉皮卡的老鄉好 也會受到旅團報復 這邊基本上都是神仙打架 神童小節奇亞也搞不定旅團 更不要說你們這些菜鳥了 念都是練心酸的 自保的方法我前面也說過了 躲進去公廁裡面 在獵人這部作品裡面 公廁堪稱是危險度堪比黑暗大陸的地方 就算是旅團成員也不敢輕易進去公廁 怕一個不小心廁所戰神就來收頭了 那在獵人世界裡面 廁所就是你的避風港 你的安全屋 接著你跟著小節他們前進 應該就能夠獲得限量100套的貪婪之島遊戲 哇好羨慕喔 因為是主角 因為很有人氣 所以限量100套都有人自己寄過來 不像我連200套的贈品都沒有 呵呵呵呵呵 進入貪婪之島之後 你會得到一本book 要趕快收集到全套卡片才能贏得遊戲 這邊你畢竟不是天選之人 沒有快餐店會把整套卡片寄給你 你只能自己慢慢收集 但不要回行這也是變強的機會 你們將會邂逅一位 長得像珍珠美人魚 露雅的老太婆 美少女比斯吉 唱歌好聽不好聽我不知道 但他作為教我們戰鬥的師父 肯定是一個值得信賴的對象 建議跟著他好好混 路上如果有看到一個戴墨鏡的老哥 他叫甘酥 能離他多遠就有多遠 因為他把貪婪之島完成轟炸超人 到處放炸彈 被他摸到的話會很麻煩 接著你會被抓去參加團康遊戲 打躲避球 說是團康遊戲但可不是鬧著玩的 那個瞇瞇眼的球連旅團都不敢接 這把建議你直接裝死 沒有人會怪你 那收集到所有卡片 把整個遊戲過關之後 準備進入最兇險的 蟻王篇 這邊我建議大家直接繞幹 隨便跟隊友說你肚子痛還是怎樣都行 反正不要跟他們去NG喔 那邊隨便搞都會死掉 走在路上都能出事 真的怕沒事做的話 就去素食店收集贈品 當黃牛 都比跑去打蟻王好 他跟那個素魔差不多 除非你是軍儀天才 又剛好會唱你是我的眼 不然真的不要輕易挑戰 等他們自己打完之後 重傷的小潔會有人去幫負 因為負間休看的緣故 我們也快走到了最新進度 這邊你可以試試看 勸庫拉皮卡不要上船 跑去幫十四王子打 王位爭奪戰 不要說打不打的贏了 什麼時候下船都不知道 這一上船不知道是幾十年 勸各位不要上船 真的太危險了 那獵人世界生存守則 差不多講到這邊 那大家也都知道 怎麼在獵人的世界生存了吧 大家如果還有哪些更好的建議 都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 那最後要說一條最重要的 欸麥當勞 我真的有看獵人啊 我看獵人的世界上船 是誰要在忽悟 這條最重要的 你自然的 有看獵人的客人 ベスト 你一定會找不上船 在釋法 一齊 左度 的 在柚子 那你 你 怪的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